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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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老鼠正兴高采烈地介绍自己的时候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咕咚一声 这小老鼠紧张地东看西看 哎呀 咕咚一声 是什么东西啊 一定是怪物来了 哎呀 不好了 咕咚来了 咕咚来了 传来的咕咚一声把小老鼠吓坏了 它一边跑一边喊 大家快跑啊 咕咚来了 快跑啊 小老鼠跑着跑着突然一头 哎呦 就撞到了一身毛茸茸雪白毛的小白兔了身上 我是小白兔 我有漂亮的皮毛 我干净又漂亮 十六 故事中扮演小兔子 哎 别美了 小白兔 咕咚 咕咚来了 快逃命吧 啊 什么 这 咕咚是什么怪物啊 那我们可怎么办啊 别说了 哎呦 快跑吧 咕咚啊 肯定是很可怕的东西 啊 那我们还是快跑吧 小白兔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是咕咚 那反正小老鼠表情那么吓人 喊得那么可怕 那咕咚肯定是个怪物吧 于是 这小白兔和小老鼠就一起跑了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 前面远远的又看到了一只小青蛙 我是可爱的小青蛙 人人都是我聪明 阿利普 故事中扮演小青蛙 哎呀 哎呀 咱们赶紧跑吧 咕咚来了 咕咚来了 真的吗 那可怎么办 别说了 快跑吧 这小青蛙也喊着咕咚来了 小白兔也喊咕咚来了 小老鼠也喊 关键是谁知道这咕咚是什么呀 三只小动物就一溜烟地往前跑 这个时候小猪又跑了出来 今天天气真好 我要去把朋友找 闭言婷 故事中扮演小猪 哎呀 哎呀不好了别人 啊 不好了 不好了 咕咚来了 咕咚来了 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你跑什么呀 不跑了 咕咚来了 真的吗 那可怎么办呀 别说了快跑吧 快跑 就这样小老鼠小白兔 小青蛙小猪 排成一队 没头没脑的就跑了起来 一边跑 一边每一只小动物嘴里都喊 咕咚来了 咬了命了吓死我了 咕咚来了 小动物这么害怕 往前面一看 可算来只大动物 谁呀老虎 停 梁天豪不许中扮演老虎 我说你们这群大小鬼 都在那吓跑什么呢 老虎大王啊 您不知道那个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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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来了呀 什么 咕咕咕 是个很吓人的东西 我在森林里住了这么多年 除了老虎和狮子之外 没有听说过 更没有碰到过比我还更厉害的动物 更不知道什么是咕咚来了 老虎 你赶快和我们一起逃命吧 你们先给我站住 别在这吓跑了 先跟我说说啊 这咕咚到底是啥东西呀 你告诉老虎 我不知道啊 还是让小白兔说吧 我 是 是你说咕咚来了 那你告诉老虎 咕咚是个什么东西 我就听见 就特别大的一声 咕咚 是你先跑的呀 你倒说呀 咕咚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呀 我也没看到咕咚是什么 他就在我家门口的小湖边 啊 那不信你们自己去那个湖边看看吗 那个咕咚啊 就在那个湖里呢 我绝对没有骗你们 小动物 你推我我推你 谁都不敢去 但谁都想知道就 这咕咚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就在这个时候 还是啊 老虎发花了 哼 我就不信 还要比我更厉害的 是啊 这酸鸣 看谁还敢在我们的笔牌上 进风做了 去看看 走 于是 老虎领着其他小动物们来到湖边 走了一大圈 也没看到有什么奇怪的怪物出现呀 而且 四周静悄悄的 什么事都没有啊 哎 就在这时候 吹来了一阵小风 有一只熟透的椰子 从树上 掉了下来 咕咚一声 溅起了一大片的水花 哦 原来咕咕咚他就是个大椰子呀 哈哈哈哈 我说你们这些人啊 咕咚是什么 你们既又没看见过 又没有给我弄清楚 就跑成这样了 真是太不应该了 这不就是一个大椰子嘛 有什么可怕的 来 让我们一起吃掉它 哎 小朋友们啊 以后你们要是碰到类似的情况啊 千万不要 没搞清是怎么回事 就 随便下结论 把自己吓一大跳 就像小老鼠他们一样 这样闹笑话 实在是太丢人了 这就是虚惊一场的 咕咚的故事 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 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 中央电视台 少儿频道 英雄初少年之 周末 周末 满天星 满天星 周末 满天星 周末满天星之 超级游乐场 大家跟着各位了 好 好 乐器行里有什么的游戏 宝贝你知道这些乐器都叫什么吗 知道 铃铛 大铲 手骨 木琴 沙锤 铜锣 好 铜锣 好不容易我们每个人有介绍自己乐器的机会 他一人全说了 我这大铲 大铲 你认识什么 我的是铃铛 我的是木琴 旁边的手骨 我的是木琴 哎呀 这好听 我这个叫沙锤 我这个叫铜锣 因为你刚才说太多了 来开始吧 好 游戏马上开始 乐器行里有什么 大铲响 鲈楼响鲈楼响 铃铛响玩铃铛响 铃铛响nung燃响玩木舌响 木舌响月史 物集响玩铃铛响 铃铛响铃响 铃铛响玩铃铛响 熟谷响厕铛响 熟谷响玩铃铛响 铃铛响 rus射弓响玩大船响 大船响山 大船响玩手鼓响 手鼓响手鼓响玩铃铛响 梁大响 梁大响 梁大响玩木头响 木头响 来来来 在节里 好 来找我来吧 乐器行里有什么 手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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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木琴响 木琴响 不琴响 不琴响 玩手骨响 手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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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木琴响 不许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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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大响响 大响响 大响响 玩手骨响 手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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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大响响 大响响 玩手骨响 手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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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大响响 大响响 大响响 玩手骨响 手骨响 手骨响 玩木琴响 木琴响 什么玩 木琴 来来来 不用道了 就在这儿啊 这人 这人都不善良 你知道吧 木琴响 木琴响 什么 乐器行里有什么 木琴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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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大响响 大响响 你是 乐器行里有什么 沙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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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铜锣响 铜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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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铜锣响 刀锤响 刀锤响完铜锣响 铜锣响 懂铜锣响完大财响 红鹿响 袢锤响完铜锣响 刀锤响 铜锣响完铜锣响 大铜锣响 袋锣响完铜锣响 铜锣响 铜锣响完铜锣响 莎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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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大茶香 董楼香 汤禄香 麦大茶香 我特别享受 就算你们俩了 来 铜锣响 杀 Troy śm 没完了 错了 没完了 没有没完了 什么叫没完了 终于我们 这游戏由小朋友获胜了 中华满天新知宝贝新故事 孩子们 你们知不知道 森林里的百兽之王是谁呀 老虎 老虎没错 脑门上有个王字 对吧 一张嘴 特别吓人的那个动物 这老虎啊 自己知道自己很吓人 知道自己牙很尖 找很大 力气无穷 所以他就每天去欺负不同的小动物 呵 比柱子还要搓的树 大老虎只要用尖牙一啃就断了 真吓人哪 徐柳 故事中扮演猴子 大老虎 找起铁杆来 跟吃白条一样 碧盐平 故事中扮演兔子 嘿呀 你们怕大老虎的牙齿 我就不怕 我还要把他的牙齿全都拔光呢 杜月 故事中扮演狐狸 这狐狸疯了吧 他跟其他小动物说 说要把老虎的牙齿扒光 哎呦 这小猴啊 小兔啊 都一个劲的笑狐狸 狐狸 你别吹牛了 嘿 不信 不信你们就瞧着吧 这狐狸说着拍拍自己的胸脯 哎 转身就走了 这狐狸还真的去找大老虎了 哎呦 小猴小兔说 狐狸别去了 你去了被老虎吃了怎么办 狐狸不着急 回头说了一声 不着急 我给老虎带去了一个大礼包 妈尊敬的大王 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糖 哎 糖是什么东西 我从来没听过 更没吃过 金豆 故事中扮演老虎 阿利福 故事中扮演狮子 这小朋友肯定说了 这老虎什么都没见过 你们得想想 老虎平常 它出生和生长在森林里 它没见过糖很正常 对不对 所以这老虎 我拿起一颗糖 连糖纸一块 往嘴里扔 一嚼 哎呦 什么东西那么甜呢 哎呦 太好吃了 从此以后 这老虎要求狐狸 每天都得带糖 给自己吃 哎呦 从此以后啊 老虎早餐 午餐 晚餐 夜宵 就连睡觉的时候 都得吃糖 哎呦 打着呼噜的时候 嘴里都得塞着满满的糖果才行 这个时候 有这么一天 老虎的好朋友狮子 跑过来告诉他 哎 我说老虎呀 你这糖吃的太多 又不刷牙 牙是会猪怪的 狐狸他最小花 你可别伤他的灯啊 嘿嘿 我说狮子 你是不知道这糖有多好吃 不过你放心 我呢 是心里有数 从现在开始 我会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天天刷牙 大老虎答应了狮子 说要好好刷牙 嘿 有一天 他正要刷牙呢 狐狸又来了 啊 哎呦喂 我的老虎大王 您这干嘛呀 您要是把牙齿上的糖 全都刷掉了 哎呀 那多可惜呀 可不能刷牙 不能刷牙 可是我听狮子说 要好好保护我的牙齿 不刷牙会坏牙的呀 哎呀 别人的牙怕糖 您大老虎多厉害呀 您的牙这么厉害 连钢条都能咬断 还怕糖吗 哎 狐狸啊 你别说你个小 但是挺聪明的嘛 你说的对 我呢要天天吃糖 天天吃 我的牙呢是不怕糖 大老虎信了狐狸的话 从此以后吃的糖越来越多 但是从来都不刷牙了 过了几个月 这老虎慢慢开始觉得牙子 没有点不舒服呀 又过了几个月 这老虎的牙疼的呀 哎呦 终于受不了了 他跑到了医务所 我说马大夫呀 你在家吗 哎呦 马大夫 快救救我呀 我的牙疼啊 这马大夫说了 哇 老虎啊 我可不敢看你的牙 你一张嘴 我就担心你把我吃了 这马大夫 不给老虎拔牙 怎么办呀 门都不开呀 这老虎的脸肿子呀 哎呦 受不了了 哎呦 哎呦 我的牙可疼死我了 谁要是把我的牙拔掉啊 他就是大王 这话音刚落 狐狸出来了 笑咪咪的 对老虎说 老虎大王啊 还是我来给你拔牙吧 狐狸啊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哎呦 这狐狸啊 我就装模作样的 开始 哎呀 老虎你张开嘴我看看 哎呦 这一嘴牙都得拔了 结果 这老虎 听着狐狸的话 心里打着鼓 狐狸的手 刚碰到老虎的牙齿 这老虎就又大叫起来了 哎呦 大王 不好了 您的牙全都得拔掉 啊 哎呦 全都拔掉啊 那个拔就拔吧 老虎同意之后 狐狸拿出了钢钳子 咔嚓咔嚓咔嚓 一颗又一颗 把老虎嘴里所有的牙 全都拔下来了 哦不 还不是所有的牙 最后一颗牙 狐狸怎么拔 都拔不动 哎呦 我说狐狸 你手下留情轻一点 好吗 哎呦 您再忍忍啊 马上就好了 还有一颗牙齿 都拔光了 就好了 这时候 狐狸拿出了一根鱼线 什么是鱼线 就是特别结实的 钓鱼用的那个线 一头拴在了大树上 另外一头 拴到了老虎 最后这颗牙上 之后 狐狸拿出了一串鞭炮 放到老虎耳朵边上 拿会儿一点 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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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虎一害怕 蹬一下 怎么样 最后一颗牙 也掉了 哎呦 我说狐狸啊 还是你最好 又送糖给我吃啊 又替我拔羊 谢谢啊 这只笨老虎 以后它就再也不可能吃了我了 我把它的牙都拔光了 还谢谢我呢 从此以后 这老虎生活在森林里 它再想欺负别的小动物 没有小动物怕它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的牙被狐狸拔光了 小朋友 这老虎本来牙好好的 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糖 又不刷牙 所以它的牙就被拔光了 听完这个故事 相信你们一定懂得 以后 少吃糖 少吃糖之后 每天早上晚上要 刷牙 没错 早上晚上要刷牙 多么满天新知 宝贝新知到 牙齿的秘密 牙齿是所有小朋友的好朋友 想吃美味食物 可都要靠它了 每天早晚刷牙 可以把附在牙齿表面的污垢和继菌清理掉 保护牙齿 防止蛀牙 还可以保持口气清新 正确的刷牙方式是 温水浸泡 小牙刷 一到二分钟 刷牙 记住 先上排 后下排 横刷表面污垢 竖刷牙缝残留物 横刷清 竖刷 稍加厉 牙齿 刷干净 小朋友 一定要注意 刷牙 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儿童牙膏哦 小牙刷每月更换更健康 好了 还等什么 让我们一起把牙齿刷干净吧 刷牙割 我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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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我刷 刷 刷 我前前后后 我自己兮兮 我轻轻揉揉 我快快乐乐 睡前起床 三餐饭后 刷牙熟口 因为牙齿 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 好吃的东西真多 嘻里哗啦 咚多塞入口 最怕是满腿的租窗 什么后抗A 都咬不动 嘿嘿嘿嘿 你的牙齿 有一个大肚龙哦 嘿嘿嘿嘿 你家里有面子 和我不同过 我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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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刷 牙膏起起给他挤一下 我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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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刷 我不要人家 找我大黄牙 今天的超级游乐场 来到了小朋友的身边 今天的游乐场里 到底在做什么呢 听惯了黄伟哥哥讲故事 小朋友们自己的故事 又会带给你怎样的精彩呢 不要走开 满天星 精彩马上回来 都莫满天星陪你过大年 一起看花灯 一起闹新春 四集精彩分成的新春特辑 黄伟 杜月 金豆 徐柳 四位主持人带你做游戏 听故事 这里有小妈妈的小蝌蚪 这里有爱热闹的小青蛙 还有少数民族的小伙伴 来陪你唱歌跳舞 还等什么 快和周末满天星过大年吧 周末满天星之超级游乐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超级游乐场 我是Sidy Salman老师 无处不在的超级游乐场 在超级游乐场里的物品 将变身成无敌玩具 让我们一起动手创造快乐吧 谁可以告诉我 牛奶盒 瓶盖 气球和吸管可以做什么 很好 那今天我去教你们做一个厉害的玩具 开始吧 你们准备吗 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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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看 这辆可爱的小车 现在我就教你们怎么玩 先把气球吹满气 堵住吸管 现在看好咯 再把手放开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出发 大家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驾驶着小车飞奔啊 不要着急 先来回顾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吧 先剪开吸管 先剪开吸管 把瓶盖串到竹签上 再套上吸管 现在我们就把轮子沾到牛奶盒上 接下来把气球剪开 粘在吸管上 最后把气球粘到小车上 大功告成 简单的材料加上聪明的创意 你就得到了一件无敌玩具 是不是很神奇呢 看着同学们玩得如此开心 怎么样 快快拿起你身边的物品 创作属于你的无敌玩具吧 孙末满天星之 宝贝星秀场 周末满天星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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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X萝卜吨 X萝卜丹 X萝卜丹玩A萝卜丹 A萝卜丹 A来 不丁 A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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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笑吧 怎么喷它呢 怎么喷它呢 来来来 WUH A萝卜丹 A萝卜丹玩1萝卜丹 来来来 你是C萝卜 1萝卜 1萝卜开始 1萝卜丹 1萝卜丹 1萝卜丹和F萝卜丹 F罗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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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E罗伯敦 E罗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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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C罗伯敦 C罗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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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E罗伯敦 来吧 来来来 为什么每个都喷我呢 没喷着啊 没喷着算了 没喷着算了 来 咱们这样啊 咱们让他们现在换一下字母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好 黄梅你换成什么 W 你换成W了啊 金豆换成什么 Z罗伯 我换成X罗伯 X罗伯你俩互换了 你换成什么了 A罗伯 他换成A罗伯 你别管 忘记了 你是 好 W罗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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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Z罗伯敦 Z罗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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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A罗伯敦 X罗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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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A罗伯 你没说你说错了 你发音不对 Z A Z罗伯敦 A罗伯敦 好嘞 徐莲我还一位小朋友 只剩下我们男人之间的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他一说Z罗伯敦 Z罗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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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想这么接 你知道 你俩得换啊 这样吧 干脆变成单词怎么样 什么 就是控制两个单词 比如说 选两个英文单词 你是Hero 不 选两个英文单词 敢不敢 行 OK 来来来来 我想想 我想想啊 行了 你选一个International 再选一个 不 我选好了 选一行 黄伯 你选什么英文单词 我说了啊 我先说了啊 第一个是 Coconut Coconut 椰子 椰子 第二 Crocodile 鳄鱼 好吗 Crocodile 好的 第一个呢 是 Pronunciation 萝卜 发音 发音 萝卜 然后呢 Pronunciation 第二个呢 是 Happiness 萝卜 你俩玩不了一轮 你俩玩不了一轮 来 行吗 可以啊 我忘了 我自己还得说自己的 那个 对啊 对啊 来吧 Pronunciation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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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朋友的支持 谢谢你们 谢谢 爸爸和妈妈都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很用心地抚养着宝宝 这是海里最好吃的鱼 多吃点吧 你要成为一只强壮的恐龙啊 快点睡吧孩子 你以后要成为一只善良的恐龙啊 小一龙逐渐长大 爸爸开始教它如何飞行 只要拼命地张开翅膀 用力地踢打地面 从着风就可以飞起来了 就算遇到粗暴可怕的霸王龙 也一样用不着害怕 在寒冷的下雨天里 一龙妈妈用自己的翅膀 护着小一龙 不管谁都困难 你都要帮助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龙宝宝终于长和爸爸差不多大 夜里爸爸看着睡着的儿子说 这孩子长这么大了 快要和我们分开了 他还不太会飞呢 那就要靠他自己了 听到爸爸这么说 小一龙的妈妈不忍心地流下了眼泪 然后他俩一起飞向天空的远处 这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夜晚 早晨小一龙醒过来 哎呀爸爸妈妈到哪去了 是不是去给我找吃的东西去了 小一龙等呀等 他的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他开始大声喊叫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小一龙哭着叫着叫着哭着 慢慢的他睡着了 嘿嘿嘿上边好像有好吃的 就在这个时候 小一龙趴着的山下面 正有一头霸王龙 瞪着凶巴巴的眼睛爬了上来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 睡着了的小一龙全然不知 马上就要被抓到了 突然只听哄咙一声巨响 远处的火山喷发了 大地咚咚咚地摇晃起来 哎呀什么情况 哎呀 霸王龙从悬崖上掉了下来 小一龙从山上往下看 看到霸王龙正被压在岩石底下 疼得嗷嗷直叫 怎么办呢 爸爸说过霸王龙可是个粗暴可怕的家伙 可是妈妈也说 不管谁遇到困难都要去帮助他 身体动不了了 眼睛也睁不开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原来他连眼睛都受伤了 谁谁在那 小一龙吓了一跳 不由地说 我我也是霸王龙 和我一样的霸王龙 那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细 小一龙使出全身的力气 扯着嗓子吼道 那那那那还不是因为大声说话对你的伤口不好吗 虽然很害怕 还不会飞到海边 哦不不不 我是说不还不会跳到海边 霸王龙一声不响的听着 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小一龙抱着红果子回来时 他看见霸王龙正凶饿地在路上走着 嘴里还叼着一条鱼 啊 他站起来了 眼睛也能看得见了 小一龙吓了一大跳 红果子劈了啪啦地掉在了地上 霸王龙听到声音后 回过头朝小一龙走 只要飞得足够高 就算遇到粗暴可怕的霸王龙 也一样用不着害怕 只要拼命地张开翅膀 用力地踢打地面 乘着风就可以飞起来了 小一龙觉得风正在拖起自己的翅膀 他飞起来了 爸爸说的对 我会飞啦 飞得还很高呢 嗖的一下 学会飞翔的小一龙 在霸王龙的头顶上掠过 视线里的霸王龙变得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了 如果我真的试头霸王龙 也许你能和我成为朋友吧 现在你伤好了 眼睛也看得见了 再见 霸王龙 霸王龙不再追赶小一龙了 他朝着天空小声地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龙 我特地捉来了 你最喜欢吃的鱼想给你吃 然后我亲自对你说声谢谢 真的谢谢你 霸王龙站在原地 望着小一龙消失的方向 很久 很久 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台 善儿频道 中央电台 善儿频道 中央电台 善儿频道 一群初少年之 周末满天星 满天星 周末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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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 周末满天星 真好看 我最爱看 我最爱看 真好看 我满天天的好看 哇 这些节目太好看了 再见 不能再见 不能再见 还要看 欢乐的时光 总是那么短暂 没玩过 没看过 没听过 到我了吗 到你了 再见 下期节目同意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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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